记者由定刚台北报道原子少年陈志廷屠左、罗杰、屠右、感情相当好 屠顾力狗娱乐提供人气选 节目原子少年成员陈志廷10日举办生日见面会 额锦开放100名欧姆蛋粉丝限定入场 首次个人的面会 志廷以一席咖啡色的牙匹穿搭现身 邀来是占有的俊廷担任主持人 用4小时近距离同乐 为彼此留下一个24岁难忘的夜晚 陈志廷举办生会 100名粉丝到场同乐 屠顾力狗娱乐提供志廷分 近来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拔了三颗智齿 原本想说 痛不如短痛 一次根除 一个小时拔完三根 麻要退 不仅伤口超级剧痛 口腔内大喷血 前四天完全 能喝留置食物 最后还意外瘦身了三公斤 他记取 痛叫 下次不敢了 真的太痛了 陈志廷看到粉丝 背的彩蛋影片 忍不住感动落泪 图顾力狗娱乐 共面对粉丝麻辣提问 若拍背偶剧想跟谁拉舌 好友 佳琪与李成龙二选一 志廷笑回 以伴侣来说 我会选 其 只要他在我身边就会很安心 刚开始加入火 时 很多事情都不太会 他很热情照顾我 有被割 保护的感觉 庆生会尾声 现场突然播放彩蛋影 粉丝们偷偷精心制作的惊喜 画面从他刚出道 一次在节目上露脸 每次公演的精彩画面 私下 5 站上Tik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最后荧幕呈现粉丝 真心祝福的留言墙 让志廷再也忍不住眼眶泪 情绪溃低流程 瀑布泪海 他哽咽说 感谢大家为 做这些 一路的支持 从我一开始不够成熟厉害 现没有很好 比赛一直输 随着一次次比赛经历 十一度很灰心 但我真的很感动 不够厉害 不够强的我能被你们支持着 谢谢你们